新书快报 您记不记得几年前太阳花闯进行政院的那一夜 那时候这些激烈的社会运动发生的时候 您是站在什么位置呢 您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有没有激动热血还是生物痛绝呢 这些社会运动到现在也消散了 那社会运动在最激烈的时候 为我们带来各种疮痛跟分裂 但最后一定会留下什么 但留下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新书快报呢 来为您介绍一本很特别的书 这本书是日本的社会学者所写的书 但是他所写的日本的社会运动 却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也想知道说 这个东西在台湾 有没有可能可以做一个对照 让我们了解说台湾的社会运动 它的价值在哪里 这本书的书名是 《新左运动和公民社会》 它的副标题是 《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 为您请到了左岸文化的总编辑黄秀如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秀如你好 小王你好 那我想他一开始就讲到 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 其实讲到60年代 我自己在这本书里头 看到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几个重大的抗议事件 要不要举一个例子 来跟我们讲一讲 当时可能激烈到什么程度 最重要的是 1960年代在5月的时候 有一百万的日本群众 包围了国会议事堂 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要撤回 就是修订安保条约 在5月天气慢慢的就是热起来了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看起来就会成功了 因为有一百万个人 就是日本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的人 聚集在那里 然后大家都认为我们一定要成功 可是实际上他就是这样过了 过了之后 这个聚集来的人 就是那个名气 没有办法再转往别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消散了 那其实日本当时我看到了 在书里头有更多更激烈的东西 就他们甚至可能连这些想要改革社会的人 自己都会内斗 甚至还杀了自己的同伴 是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60年代的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抗议事件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内斗杀害自己同伴事情的时候 已经是几时是整个日本的左派运动 进行了十几年 到了1972年的冬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日本的左派运动 发展出一个比较激进的组织 叫赤军联 然后那日本的赤军呢 他们在山里面进行训练的时候 因为就是自我披抖 然后就变成了 你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这样的东西就不是我们组织需要 例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甚至于组织里面的 那个女性成员化妆 他们觉得这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会觉得 为什么呢 我有我自己的女性意志啊 可是我再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在街头进行 那个抗争的时候 他们常常就会很自然而然 就出现了扎文主义的举动 譬如说他们就会叫女生 那你就去煮饭 而你是女人 你当然要去煮饭 所以对很多曾经参与的女性成员 都来讲就是说 那你把我当什么 你是不是把我当做一个煮饭婆吗 新左运动跟公民社会这本书 讲到日本60年代 后来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那失败有那种 您刚刚讲那种剧烈的包围殿堂 但是法案还是过了 那也有那种比较生活上面的失败 例如说 别人日本民众 或日本的警察 可能对待这些运动分子 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象中 这么友善或支持的 应该这么说 其实本来他们的 前面的几次的活动 都还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 就是有个长期的佐世保军港 那那时候企业号要来停靠码 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去反对这件事情 当时佐世保的也是支持这件事 可是因为这些学生太单纯了 他们毕竟面对的是很复杂的警察跟政府 所以后来他们警察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 然后警察要让日本民众知道 我可是保护你们 避免你们被这些暴力分子给侵扰 慢慢的 这些暴力分子本来并没有暴力分子 可是在几次跟警方的冲突当中 突然之间你就只要出现了一点点 就是暴力事件 这件事情就一定是暴力分子 而不是警方的所为 所以日本他们在透过大量的这种 就是媒体的播送 日本的群众就觉得对也 原来这些学生都是暴力分子 我不能够支持他 讲到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是说是可以被操弄 可是我看到这本书 其实它讲社会运动 其实有很多很多因素同时在发生 讲失败绝对不是只有对手 怎么对你而已 失败也有包含自己路线的问题 这里面要牵扯到 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叫新左 原因就是因为有老左 以前的老左 其实主要讨论的东西 就是像共产党说的 我们要搞阶级斗争 可是新左不是 新左要做的东西 其实你还要注意民主 你还要注意环保 还有你还要注意性别 你还要注意你跟那个 农民之间的关系要平等 所以新左要做的事情 他们的守备范围实在是非常的大 然后但是他们想要 避其功于一役 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很容易失败 这个失败其实是这本书 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因为这个作者还特别 在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 大家都在看日本的成功 其实他要写的是日本的失败 那讲失败这件事情 我想可以介绍这个书的来源 因为新左运动和公民社会 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 并不是 他一开始就是为了写书 他是写博士论文的 是是是 这个作者他本来 在那个念研究所的时候 他就开始参与社会运动 那很有趣的是 我举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经验 他说他跟这些社运分子 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这些人他们都不肯吃炸虾 他就觉得炸虾这么好吃 那你们干嘛点炸虾 他们说因为这些虾子是日本的那个大企业 跑去东南亚污染了当地的那个环境之后所种的虾 所以我们不要吃 他深受打击 他必须要去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就是坚持 反省自己生活方式的运动分子 所以他就开始去找过去的这些左派运动的失败痕迹所留下来的影响 其实他这整个追寻的过程 我看到还有一点是我个人很有感觉的是 其实日本很多民众即使现在要做社会运动 也希望跟过去那些非常激烈到流血的 很难看的那些社会运动要划上界限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哇那社会运动原来可能会搞成这样 那你们会愿意吹这个书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台湾社会运动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轨迹是有关系的 台湾社会运动如果我们讲近一点的话 就是四年前的那个318运动 如果我们要讲更老之前的 就更久之前就是90年代的野百合运动 其实比起日本的这种就是时间轴来说 我们现在其实还算还在反省当中 我觉得现在马上就断言说 太阳花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 太快了 因为甚至于我们曾经去做一些小小的访问 我们就说参与太阳花的 我说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当时的经验 他们说我觉得我没办法讲 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沉淀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本书 本来我们是要做给你经历过太阳花的人 也许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自处之道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新左运动和公民社会 他是一个日本的社会学者 他所写的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 其实失败反而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 为什么会失败 然后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地方是 他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让这些失败产生一些新的意义跟后来的社会运动 可能性产生连结 我们的作者还有一个问题意识 就是日本的社会运动经过了311辅导事件之后 看起来有复苏的可能性 可是我认为在作者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重蹈覆车 我们要从过去的那些失败经验里面体会到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我反省 他在里面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重塑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放松解放自己的心情 不要因为过度的就是自省 于是搞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走下去 刚刚讲到那个 因为社会运动他们痛恨日本的商业 跑去破坏别的地方 然后养瞎子出来 所以他不吃瞎子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书里头 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社会运动可能不一定要跟以前一样 我们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大概有哪一些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出来呢 他举个很重要的例子 而且里面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 他们就在讲就是日本进口菲律宾的香蕉 然后因为这种香蕉也是 它是那个日本的资本家 跑去跟当地的政客剥削当地的农民 所生产出来的香蕉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就是小小小册子 叫说你知道你们家餐桌上的香蕉是怎么来的吗 他就要告诉你就是这是不正义的香蕉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吃菲律宾的香蕉吗 吃啊吃啊 但是我们要吃农民自己生产的那个看起来没有那么肥美 可是其实是公平交易之下的香蕉 那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讨论什么公平交易的咖啡吗 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是那样子产物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台湾是在这十几年才开始流行的 可是那个你的香蕉你参数上的香蕉怎么来这件事情 可是日本在7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事了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思考 例如说讲到那个反核这件事情 那很多乡民就在那边酸啊 这些当初反核的人现在街头上的人数也变少了 但是其实也有人去反省自己用电的态度吧 另外一种社会运动 没错没错没错 上街头人数多寡来 评判就是一个运动是否有影响力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不用吸管 我们每个人就是说该关店的时候就关店 然后呢我该不要随便用水的时候就不要随便用水 这件事情难道不是一种就是默默的安静的社会运动吗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用街头的人数来评判 就是说这个运动到底是死了 还是就是说是活了 今天介绍这本书 星座运动和公民社会 我想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它不是社会学 所以不会很难 里面写了好多的那个日本当时的社会运动 用了各种的资料 比如说那个受访者他就回想 这些东西都让我看得都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我很希望说我们10年之后 如果再回来看318 是 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出现 我们希望我们努力可以做出来这样子的书 那希望说这本书也可以刺激我们 知道说社会运动以前是怎么样子 终于为什么产生失败 接下来的社会运动可以是什么样子 今天非常谢谢主案文化的总编辑黄秀如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谢谢大家